第131章 好感度商店 当每位蜂鹅急匆匆赶回到家里 再度进入迷雾大陆的时候 天都已经快黑了 而且她发现 流浪的孩子和林依依都待在自己房间里 喝着茶 吃着点心 看着直播 注意到每位蜂鹅醒了过来 流浪的孩子有些嫌弃地 瞥了一眼过来 真骂 老鹅 你这下线都快一整天了 你这不是蜂鹅 你这是企鹅 不 这是每位蜂干鹅 流浪的孩子和林依依一人一句地数落着她 每位蜂鹅有些恼羞成怒 滚蛋 你们两个 我是去见陈总啊 陈总 流浪的孩子有些亚异 咱们平台之后要空降的那个 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圈子的 他们三个能混得比较熟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三个都不惨 不至于互相拖累 比较能有共同话题 另外一个原因 则是因为他们三个现在多住在深城 平时还是比较容易线下句句的 而每位蜂鹅和流浪的孩子 两个人 在进入这个游戏之前 就会经常见面的 即使这两个人 一个玩的是卡牌游戏 一个玩的是MOBA游戏 但他们的年龄还是很类似的 而且都是人气比较高的主播 这第一批内测的40个玩家中 有18个都是来自豆猫直播平台的主播 他们其实还认识不少游戏技术 都很不错的熟人 但他们都没能接到内测邀请 这就非常可惜 在这豆猫平台18罗汉之中 人气最高的主播 那必然是每位蜂鹅 他是一位知名卡牌游戏主播 而且在能够保证节目效果的同时 还能稳定展示自己的技术 在某卡牌游戏中的天梯榜中 一直能稳定排在前50以内 最难得的地方在于 老鹅并非是顺版本选手 而是忠诚的战士职业领头人 甚至参加过职业联赛 最高一次打到过个人战世界四强 因为他以前在玩MMORPG的时候 就一直是战士职业 而且他现实中 还是一位全甲格斗的爱好者 水平相当高 甚至险些能够参与诸国之战 是真正的战士职业人助力 可以说 他是逗猫平台卡牌区的几个台柱子之一 热度一直能稳定在全平台前五的水平 和流浪的孩子海神 酒酿汤圆酒这种半死不活的主播相比 每位蜂鹅 这几天直播来回过来孤去 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甚至直接惊动了平台高层嘛 流浪的孩子的表情 一时有些严肃 什么空降的呀 每位蜂鹅忍不住笑出了声 拍了拍海神的肩膀 老陈啊 啤酒陈 你以前打职业时候的队友 卧槽 海神顿时 一惊 有些像是开玩笑 但每位蜂鹅却是赞成的点了点头 找吧 嗨 我已经跟老陈说过了 咱们这一批进游戏的 只要是在逗猫的 能换都换吧 压一下每天的直播时长 我自己已经换完了 每天的直播时长压了一半 这个游戏 不 应该说在这个世界的探索 成长工作 我认为是比我们的直播工作要重要很多的 好 我明白了 海神认真的点了点头 那我一会在论坛上开个帖子 跟他们说一声 谢了 老鹅 没什么 这个问题 你们迟早会面对 拖是拖不过去的 我只是让你们提早解决而已 每位蜂鹅叹了口气 不过为了不让他压太多工资 我把迷雾大陆的事 跟陈总说了一些 说了多少 大概一半吧 不太到一半 我说的是 VR游戏 我们在秘密测试中 其他部分都保密 每位蜂鹅耸了耸肩 无奈地说道 我要是真说实话 人家法就更不信了 嗯 这很合理 流浪的孩子点了点头 说真的 要不是他自己就是内测玩家之一 要是有人跟他说 点个手机AP 就能直接把意识投影到意识间 他自己也不信的 不过 他承诺为我们保密 而且他信了 至少看上去是信了 算是给了我个面子 也有可能是你的面子 他不会压我们太多工资 每个月的直播时长压到一半 签约费暂时只扣四分之一 一年之后 如果时长恢复 就按之前的合同来 如果时长依然只有一半 再扣到一半 算是等于请了个长假 一年之内 每个月的直播时间减半 工资只减四分之一 这的确是很有诚意了 每位风鹅补充道 不过前提是 我们几个改合同的跳槽违约金 要再加一些 而且 如果之后 有迷雾大陆的其他情报 在过了保密期之后 要第一时间联系他 这肯定 流浪的孩子赞同道 如果这游戏能 铲出邀请马 我肯定第一个给啤酒 陈 这家伙 大局官比我强多了 而且脑子也好使 最主要的是 如果能把老板拉进来 就能请更多假了 是吧 011眨了 眨眼 忍不住笑道 流浪的孩子 有些羡慕地 看了一眼011 有时候 真是羡慕你们 时间自由 别说摸个几天了 就是摸一两个月 都不会有人来找 不不不 要真摸个一两个月 肯定还是会有人来找的 011吐槽道 说起来 酒呢 每位风鹅 有些好奇地问道 而且 你们两个待在这里 是不是有什么 只是要传达给我 酒已经进副本了 而且进度不错 又开了没见过的新地图 我正在给他指挥 你们 聊 011目不转睛地 盯着虚空中的直播屏幕 随口说道 我们商量好了 打算轮换着来 因为这个侵蚀度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但还是控制一下好 这个副本麻烦在 必须得有人在外面指挥 不然自己打的话 太费劲了 昨天晚上是我们打 你们指挥 那么今天就该你们进本了 我们看看直播 在外面休息 说着 011指了指桌子上的 面包和水果 你就别出门了 赶紧吃点东西 喝点水再躺回去得了 也就是我们下线的时候 这里的身体 不会积累饥饿和尿液 每位蜂鹅忍不住吐槽道 不然我觉得我 现在可能已经尿床上了 哦 对了 老鹅 还有一件事 流浪的孩子 突然开口问道 堂皇回来了 那个好感度商店 以防万一我们都还没碰 都等着你呢 你有什么建议吗 那我先别进副本了吧 副本里面没法开论坛 说到正式 每位蜂鹅的表情 严肃起来 你直接去 你的好感是最高的吧 那么你能看到的 应该也是最多的 不管商店里有什么 你都别着急 记得截图发帖子 让我看看 成 流浪的孩子 点头硬道 第132章 居然能买邀请马 流浪的孩子 直接往洞水港的 成竹府走去 执行站岗的是 另外两位玩家 他们与流浪的孩子 对视眼 便把他直接放了过去 事实上 虽然他们站岗 的确站得很直 目光很锐利 表情很严肃 看起来很专业 不过他们 其实是在神游天外 水着论坛 看着直播 能够在走神的时候 下意识地 做出一副认真严肃的表情 某种意义上 也是一种非同常人的才能 不过在来之前 流浪的孩子 已经发了帖子 预告要试验一下 新开放的 好感度商店功能 所以他们两个 也早就回过神来 在此恭候多时了 进入了成竹府 流浪的孩子 第一时间就看到了 在客厅喝茶看报 宛如在过老年人 退休生活的安满 有些意外的是 明明已经快到 晚餐时间了 但那个像是我爱罗一样 挂着熊猫眼的巫师 萨尔瓦托雷 并不在 奇怪 平时这个时候 前镇长不应该 也在这里看书吗 流浪的孩子 隐约感觉有些奇怪 但没有细想 玩家们根本不知道 在他们下线的 八个小时中 安南和萨尔瓦托雷 又遇到了 什么样的麻烦事 走到安南身前 流浪的孩子 恭敬地向安南行礼 领主大人 安南微微抬头 看到是流浪的孩子 便露出一副 轻松愉快的笑容 是你呀 做吧 不必站着说话 这自然是来自 安南的演技 毕竟流浪的孩子 已经刷到了信赖 12001500的好感 安南自然要做出 一副信赖的表情 这叫纯人公角色扮演 听上去 就非常高档 顺便一提 安南还没决定 下一集的好感 叫啥 友善之后 是信赖 信赖之后 应该叫啥呢 总之 尽量多出几个等级就好 安南就喜欢他们 费尽心思 刷自己好感 却在漫长无止境的 甘身忘之路中 被自己反攻略的样子 这倒是不用太着急 毕竟他们的好感 安南很快就要收回了 嗯 流浪的孩子坐在一旁 有些纠结 他一时不知道 自己该用什么样的语句 才能开启好感度 商店 安南也就在一旁 笑眯眯的装NPC 看这群傻孩子 还能整出什么好活来 最终 流浪的孩子 还是忍不住 申请了场外援助 他看了一眼 自己发的帖子 按照每位风俄的指导念叨 领主大人 我已经感受到了 我们洞水港 正在遭遇一些困难与险境 我为此而迫切地 渴求更多的力量 希望能帮到您的忙 噩梦对我们的实力 虽然会有一些很大的提升 但我们如今 也陷入到了一些困境之中 哦 是怎样的困境呢 安南的表情 微微严肃起来 你是希望 我能给你一些意见吗 流浪的孩子愣了一下 他看了一眼回复 很快答道 是的 领主大人 我想 您对画廊噩梦 会有更多的了解 至少肯定会比我们 要更加了解 是的 我这里的确有一些 比较隐秘的情报 安南缓缓点了点头 他看了一眼流浪的孩子 低声难难道 让我想想 我能给你什么样的帮助 他说着 流浪的孩子 眼前突然浮现出了文字 他手机眼快地 开启了视频录制 免费的医疗援助 消耗100毫感 限定友善及以上 关于洞水港的历史 1001时 消耗200毫感 限定友善及以上 关于诺亚王国 和领东公国的政治关系 55消耗500毫感 限定友善及以上 一份收入稳定 且体面的工作 55消耗500毫感 限定信赖及以上 关于画师阿摩斯的重要情报 11消耗1000毫感 限定信赖及以上 禁忌 关于海谷公的隐秘知识 33消耗1200毫感 限定信赖及以上 禁忌 关于超凡职业的 进阶知识 55消耗1500毫感 限定信赖及以上 限量 洞水港居民身份证明 4040消耗2000毫感 限定信赖及以上 最后一个是什么鬼东西 流浪的孩子 吓了一跳 这2000点的毫感 基本上就等于是 刷满的信赖及毫感度 要直接调干净到 友善的最底端 这甚至比职业进阶的情报 都要昂贵 而且这些好感度商店里的知识 也太贵了吧 为什么后面 还有33 55之类的标识 这是能骂好几次的意思吗 还是说每次说的东西 都会不全 这卖情报还能断章的 且听下回分解 不过很快 流浪的孩子就反应了过来 这个好感度商店中 出售的情报 应该是默认了 他们这些玩家 会互相交流 共享情报 也就是说 这些情报 原本就不是一个人买的 而是他们要一起合力买的 那些看流浪的孩子 直播的玩家们 也很快都反应了过来 每位风额立刻说道 买关于画家的那份情报 你只能买得起这个 只要这个能得到完整的部分 而且 你不会掉好感等级 不对 还神 你先问问看 居民身份证明 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很快反应过来 纠正道 于是流浪的孩子 便开口 尝试性地问道 领主大人 如果我说要 居民 身份证明呢 安南抬起头来 有些奇怪地打亮了一眼 他的态度略微冷淡了一些 你是想要邀请认识的同乡 来洞水岗吗 我倒是没意见 我还可以给他们做一个身份 但我不是什么人都能接的 得有人给他们 做担保才行 说着 流浪的孩子 眼前闪过一道提示 当前好感度不足以购买 居民身份证明 洞水岗 请在 累计更多好感度后 再尝试购买内测邀请码 在极短暂的沉默之后 玩家论坛直接炸开了锅 卧槽 卧槽还神6666666 绝了 还真能买邀请码 老婆也带进来 楼上的Gana 楼上上的滚粗客 不理会乱成一团的论坛 流浪的孩子 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 是优先购买 可能是攻略的隐秘情报 还是继续存好感度 直接买邀请码 最终 他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 如果是十年前 他可能会选择继续存好感度 买邀请码 或是用来购买进阶情报 但现在他也想开了 反正他也没有什么 一定要带进来的朋友 不如把自己的前期优势 拿出来 为大家做贡献吧 我希望您能告诉我一些 关于画师阿莫斯的重要情报 流浪的孩子 认真地向安南问道 安南点了点头 可以 你妈的 果然不直接点出来 这群笨笔就不知道 这是邀请码 身为策划间 GM兼拖肩新手引导 兼阵营首领 NPC的安南先生 在心中暗骂 第133章 第二次攻略 画家阿莫斯的全名 叫做阿莫斯·莫里森 他信奉一位名字 在这里不能说的伪神 你心里有数就好 我就不特别说了 安南的表情微微严肃起来 轻声说道 他的女儿 艾雷 莫里森 就被他献祭给了那位伪神 听到安南这话 玩家们的关注点 纷纷歪到了很奇怪的地方 海谷大公 怎么听起来 像是巫妖王的某种亚种 巫妖王迷雾大陆的样子 那这不是阿莫斯啊 这是阿尔莫斯啊 但阿尔莫斯先生没有坑爹 而是忘仔了呀 艾雷 我的老爹 当我出生的那天起 整个洞水港的鱼 都在低语着你的名字 阿尔莫斯 这群玩家 是真的很会整活 安南不着痕迹地 瞥了一眼弹幕 险些 没有直接笑出声来 为了不笑出来 他的表情 顿时变得更为严肃了起来 补充道 这已经是 发生在45年前的故事了 事实上 艾雷 莫里森原名艾雷尔 巴克尔 他在七岁时 母亲克莱拉改嫁 艾雷 也与此时改姓莫里森 安南没有提到 艾雷的亲生父亲 已死这件事 这是他在报纸上看到的新闻 但这种情报 完全有可能半真半假 而至于现在 则可以确信 是百分百的假情报了 毕竟安南 在011打出来的隐藏结局中 已经看到了 那个姓巴克尔的男人 他不仅没死 而且还是一位赤领巫师 安南只能捡着 自己能确定的部分说 顺便给玩家 合情合理地剧透一下 省得他们 又特么想歪了 还得让安南去发匿名弹幕 强行掰回来 但毕竟 艾雷和阿莫斯 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而且对一位少女来说 个子高 身材好 长相出众 还是知名 画师的阿莫斯的魅力 是难以抗拒的 安南说到这里 微微顿了顿 他偏过头去 装作有些羞涩懵懂的样子 轻声说道 所以他们之间会有个孩子 也是合情合理的 哦吼 卧槽等等 这不是去幼儿园的车 是车车 好快的车车 这是灵妇啊 不对 这个也没血缘关系啊 虽然没血缘关系 但艾雷还未成年吧 我突然想要报警 听到如此惊爆的消息 流浪的孩子面前的弹幕 瞬间炸脸 比之前至少密集了三倍 于是安南又补了一刀 不过艾雷的孩子 并没有生下来 而是在六个月的时候流产了 推算回去的话 艾雷他 嗯 与阿莫斯发生关系的日子 应该正好就是 他16岁生日的那天 流浪的孩子微微一正 他立刻想起了自己 今天凌晨打的那个副本 画廊 艾雷 莫里森 这个副本关卡里 似乎就是艾雷过 16岁生日的那一天 那岂不是说 想到这里 流浪的孩子 猛的一个机灵 还 还好我跑得快 在艾雷流场后 大约一个月 他就突然失踪了 再过了一段时间 他的身体碎片被发现 藏匿于莫里森画廊的 画矿内部 混杂在颜料中 而他的尸体 则被制成了标本 被存放于画廊的地下室内 除此之外 在莫里森画廊的地下室 还有一些流浪者的尸体 也包括知名艺术批评家 阿布索伦 弗拉格格下 安南解释道 在很久之前 他是莫里森画座的批评者 但在艾雷生日前半个多月 他就突然变成了 莫里森的狂热支持者 他在艾雷生日的 四个月后 前往洞水港 想要参加莫里森先生的画展 也就是莫里森画展开创的时间 但他并没有抵达 而是在不知何时失踪 他的尸体 被发现藏匿于地下室中 所以有理由怀疑 被莫里森杀害的 绝对不只是艾雷一人 后来 在查封莫里森画廊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 燃烧着透明七彩火焰的肉球 这个肉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即使他们有超凡者协助 也死伤惨重 但木一顿 随后快速刷了起来 这说的 是不是杠子姐刷的那关 那个隐藏关卡 惊了 那个球 还真是个摊 当时不是就说过吗 好像是叫安吉洛 为只有我关心艾雷吗 这么好看的妹子 就莫得了呀 我好心痛啊 你心痛的毛 反正人家也看不上你 能说的情报 就是这些 安南说吧 深吸一口气 他望着流浪的孩子 表情认真严肃 这些情报 你可以共享给他们 但不能告诉外人 这些情报里 有很多是不能对人讲的 如果我发现泄密 那么你负全责 明白了吗 安南说完 流浪的孩子 眼前浮现出一道提示框 此情报保密集 属于保密 允许在玩家内部传播 如发生外泄 会扣除部分好感度 文言 流浪的孩子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他是真的明白了 凌晨的时候 在副本里的一些困惑 在得到安南的这部分情报之后 不过流浪的孩子 还是隐约有些疑惑 他还记得 在自己醒来之后 腹部中的那股 非常清晰的异物感 与冰凉感 这难道是摊吗 这特么不可能啊 这爱蕾 就是开了加速挂 也不可能让孩子一天成行啊 还是说 那个摊 并非是莫里森的 而是海骨公的 他现在非常想问问 海骨公到底是什么 但很可惜 他的 好感已经用完了 剩下的 就该让伙伴们来了 另外一边 美卫风讹沉思着 在漫长的思考之后 他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他喃喃道 我感觉这次 说不定我可以通关 加油 而说 林一一旁挥了挥拳头 笑眯眯的加油道 你要能通关 晚上请你吃海鲜 你有钱 美味风讹有些讶异 林一一耸了耸肩 是久说的 他说 如果他不是第一个通关的 就请我们去吃海鲜烧烤 螃蟹烤肉啤酒 管够 他看上去很有自信啊 美味风讹文言 反而笑出声来 那好 这顿饭 我吃定了 让他这么早就进本 我会告诉那傻单丫头 情报的重要性的 他说吧 再度躺下 闭上眼睛 轻声念叨 海骨弓 我 再听 低沉嘶哑的声音 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 响起 第134张画廊 记者群艳 在流浪的孩子离开后不久 安南就直接 干脆利落地收起了手中 装样子的书 他原本也没打算看 只是要做出一副 我很忙 你们不要烦我的样子 免得这些玩家 没事就凑过来尬聊 想要从他这里 套个任务什么的 你问我 干嘛 我也不知道该干啥呀 安南叹气点 GPG 他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拿来一盘坚果糕点 关上大门点上灯 美滋滋地靠在了床上 虽然凯子萨在地下室里 熬夜干药剂 自己在这看着直播 吃着点心 让安南隐约感觉有些不安 可能是他心中 那已经变得 异常稀薄的廉耻之心 正在拼命挣扎吧 但安南最终 还是愉快地打开了直播 咦 他这才意识到 旁边警惕地向后望着 他这次使用的 并非是阿莫斯的身体 而是一具大约50多岁 面容枯搞的流浪汉的身体 这是谁 这是在哪 安南有些讶异 他快速地翻了翻历史弹幕 又把九儿的直播录像调取出来 用弹幕作为坐标 跳着看了一会 就很快恍然大悟 安南就明白了过来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九儿从噩梦的第二层中 进入到了这个关卡中 这个理论上 在整个噩梦中最简单的关卡中 其名为 画廊 记者群验 进入这个关卡的方式 其实也很简单 只是被大锤搁在后面追赶 很少有人能冷静下来思考而已 九儿意识到 那个西红柿可能是 关键道具 但是根本拿不到 而如果进入下一层 可能又回不来 换言之 能拿到西红柿的东西 一定就在这一层 于是他将那个染血的风衣 披上之后 折返了回去 是的 他回头了 见到被大锤砸开的墙壁裂锋 九儿 直接走了进去 也就是通往第三层的画廊 艾磊 莫里森的入口那里 在最里面 他找到了一把染血的长匕首 然后九儿 再度折返回去 发现拿着匕首的情况下 西红柿是可以拿走的 他原本想要这样 进入到第三层 但在弹幕的高强度整活下 他第二次折返了回去 这次 在那个通道的尽头 似乎是没有什么东西 但在九儿 拿着匕首和西红柿的情况下 他走到坠落的吊灯那边时 之前这里的死亡Flag 就移除了 昨天的玩家 也有人试过这个 但在他们没有 西红柿的情况下 回头接近坠落的吊灯 只会被吊灯下面的 无数影子拖进去 被破碎的吊灯切成碎片 然而九儿 拿着西红柿回来的时候 他们却没有出现 之后 他再靠前一点 就触发了 CG 正巧九儿 这边在进行追逐站 没什么营养 过场 CG还是要看一下吧 安南毫不犹豫地 把录像中的 CG部分掉了出来 和之前自己经历 CG不同 安南现在 是以第三人称 越间视角 观察着画师阿莫斯 只见身披 染血白袍的阿莫斯 一手拿着西红柿 一手拿着刀 在无数 笑象化的注视中 缓缓接近到 衰落的吊灯旁边 他的步伐有些亮强 但没有第三层那么惶恐 安南看到 他凝视着吊灯下面 喘着粗气 就像是在看什么常人 看不到的东西一样 终于 他低声叹了口气 对不起 他说着 用颤抖着的右手 拿着小刀 将手中的西红柿 慢慢切开一条缝 直到这时 安南才注意到 那个格外红润的西红柿 里面 满是鲜红的血浆 它像是喷泉一样 源源不断地往外涌着血 阿莫斯用 微微颤抖着的左手 将它高高举起 鲜血顺着他的胳膊流下 滴在地板上 吊灯下的阴影 像是活物一样 不断低声 啜影着地上的鲜血 那西红柿中 盛放着的鲜血 远比他本身的体积 打出数十倍 仿佛是数个成年人体内的 全部鲜血一样 终于 西红柿渐渐干扁了下去 在最里面 躺着一根舌头 舌头与切成两半的西红柿的皮 仿佛形成了一张嘴一般 列出一个大大的微笑 呵呵呵呵 安南再度听到了 少女低沉的笑声 与他在第二层时 被大锤哥袭击之前 听到的那个笑声一模一样 只是这次 笑声无比清晰 仿佛就在自己身后 响起一般 地上的血 也终于被吊灯下的阴影 完全吸干净 不 没有完全吸干净 还有 些许很少的残余 这些残余的鲜血 在地上蠕动着 组成了一串断断续续的单词 看 你 背后 阿末斯哑着嗓子 断断续续的念叨 随即 他有些惊慌的倒吸一口凉气 他哆哆嗦嗦的 下意识地回头望去 只见自己刚刚走出来的走廊镜头 正放射着令人不安的血红色强光 而因为吊灯坠落 变得昏暗不清的墙 那挂着笑像画的墙 也蹭到了一些亮光 起码能清晰地看到 上面的笑像画的程度 只见身后那些男女老少 面带诡异笑容的画像 不知何时 全都变成了阿末斯自己 全都变成了 在昏暗的环境下 面带惊慌之色 抬头仰望的阿末斯自己 就如同现在一样 就如同墙上挂着的 不是笑像画 而是无数镜面一样 但与镜面不同的是 在那无数自己的笑像画中 自己背后 还站着一个沉默的 面目猙獰 低头看着自己的高大男人 亦或是 这的确是镜面 阿末斯待在原地 愣愣地看着那无数镜面中 那个手持铁锤的男人 缓缓将铁锤举起 这时 所有的笑像画 开始燃烧 浮现出一圈胶痕 烧尽了表层的阿末斯 与大锤歌 露出了底层的另一幅画 那是一位为衣衫破旧 面容枯搞 皮肤粗糙 身材异常瘦弱的流浪汉 他们的眼中 可以看到对生活的绝望 以及对探入到画面中的 像他们 伸出的一只白镜 而整洁的手的吸迹与感激 撞撞向前走了两步 而这时 周围画面突然变动 主视角就变成了一位流浪汉 而身着体面笑容温和的阿末斯 就站在自己面前 向自己伸出了干净白皙的右手 做礼貌 邀请状 与在画廊 艾蕾 莫里森中不同的是 他棕色的卷发中 夹杂着一缕漂亮的金发 他的一只眼 依然是那深邃的湛蓝 而另一只眼 则变成了漂亮的 宝石般 清澈迷人的幽绿色 你好 先生 阿末斯 莫里森有礼貌的 再度重复了一次 自己之前的话 我可以出钱雇佣你 成为我的模特吗 第135章 恶鬼之门 咦 这个头发和眼睛 安南敏锐地注意到了 阿末斯 那像是波斯猫一样 一绿一蓝的一色铜 难道说 在这个关卡中的阿末斯 已经得到了艾蕾的一部分身体了吗 安南第一时间就意识到 这个副本的时间线 应该是混乱的 这里的时间 应该是在6月之后 11月之前的位置 安南还记得 阿末斯的地下室中 除了那瓶酒酿死胎之外 还是有很多骸骨的 这些骸骨 多数来自于失踪的流浪汉 也就是 9现在扮演着的角色 没想到 这理论上更简单 更有序的第二层噩梦 反而时间线比第三层 要更靠后一些 不过也是 从第一层进入的 负一层 噩梦甚至还是结局呢 按照时间来说 是最为靠后的 甚至根本就没有进入回忆 而是直接被大锤哥追上打出 GG 但很可惜 9进入噩梦的时候 并没有得到这份情报 否则他就会第一时间意识到 自己在扮演什么人 你进入画廊 鸡者群验第二层 主线任务 扮演流浪汉艾米斯 随即 这行字下面 很快浮现出大片的小字 完成肖像画 与其他三位流浪汉见面 至少一人存活至天黑 这是 什么意思啊 看到至少一人存活到天黑 这条支线任务 久儿心里便是一个哆嗦 他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 从日光的绚烂程度判断 目前大约是正五十分 因为身份是流浪汉 久儿一时无法判断 腹中的饥饿感 究竟是来自于午饭没吃 还是好几顿饭都没怎么吃 所以 也无法第一时间判断出 大致的时间区间 他面前的话是阿莫斯 露出了优雅 而从容地微笑 向自己伸出手来 假如你来帮我画一幅画 我就会请你洗一个热水澡 给你一身干净的衣服 并且照顾你 三天饮食 如何 平心而论 这的确是非常优厚的条件 如果他没有暗中捣鬼的话 但 但是 先生 久儿模仿着流浪汉的语气 哆哆嗦嗦地说道 我不会画画 不不不 并不需要你来画 你只需要站在画部面前 等我为你画像就可以了 很快的 大约 嗯 两个小时 阿莫斯拿出怀表看了看时间 随后露出清爽的笑容 两个小时一动不动 可以吗 现在是一点半 到三点半就可以了 久儿心中微微一沉 画到三点半 距离天黑 大约只有两个多小时 也就是说 自己大致是赶不上晚饭了 从画完笑项画开始 之后的两个小时 恐怕都是大逃杀了 久儿心中念头电转 但反应也是很快 第一时间便低着头 唯唯诺诺地打道 好的 先生 他跟在阿莫斯身边 被他扶着肩膀 带进了不远处的画廊中 这是由阿莫斯租下 或是买下的 一个面积相当大 而且气派的美术馆 但看到这画廊内部装修的酒 差点PTSD饭了 因为这画廊 和他刚刚走过的 画廊装修 完全一模一样 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 在圆形的画廊两侧 是真的有两条盘旋上升的楼梯 而画廊的尽头 也就是玩家们 每次进入下一层的那个门 似乎应该是指向出口的方向 久儿心中一动 难道 阿莫斯其实是想要逃离画廊吗 好在 不像是噩梦中画廊的 近乎诡异的安静和幽暗 这里不仅光线很明亮 甚至还有一些衣着打扮 相当高贵的客人们 进进出出 在一些笑项话前 驻足停步 他们看到阿莫斯 带着一位身上 有些发酸发愁的流浪汉进来 却是丝毫不感到意外 只是对阿莫斯热情打着招呼 阿莫斯大师 大师 中午好 愿赢绝庇佑你 莫里森阁下 而阿莫斯 只是微笑着 与他们打着招呼 嗯 你们好 他的身姿挺拔 笑容优雅从容 身上仿佛闪耀着自信的光一样 无比璀璨夺目 出现的瞬间 就已经成为了全场焦点 甚至有点 不像凡人 如果他与其他的画师同时出现 恐怕人们 第一眼就会先注意到 阿莫斯 即使是不认识他的人 只要看他一眼 也能意识到 这是一位十分尊贵的客人 他身上那股强烈的自信气场 就像是始终被粉丝环绕的大明星一样 与第三层梦境中 为爱蕾花花的和蔼可亲的父亲阿莫斯 几乎完全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在离开人群之后 阿莫斯 与其温和地对酒问道 你流浪在外的时间不长吧 酒 顿时一惊 险些一个哆嗦 他强自镇定下来 尽力摆出一副惶恐不安的样子 您 您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从你的眼中 看到了 希望 如同世人一样 阿莫斯语气悠扬地清明道 如此美丽的光 他不会出现在对生活彻底失去希望的人眼中 看着有些茫然的 酒 他微微一笑 自然地解释道 你看到我的客人们会感到好奇 想要探寻他们的身份 你看到我挂在墙上的话 会想要看清上面的内容 这说明 你对这个世界还有希望 真正绝望的人 他们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 说到这里 阿莫斯轻轻叹了口气 他有些忧郁地抬起头来 不知看向何方 他的目光深邃 一色同中 仿佛流露出古惑人心的魔性魅力 亦或是 那并不是错觉 他们一直走到第四层 才终于没有了客人 这里 似乎是不对外开放的 第三层到第四层之间 有一道铁门 要用钥匙才能打开 这第四层 应该是阿莫斯的画室 但这里比起画室 更像是装修豪华的 起居室 里面 铺着相当豪华的地毯 有着许多软绵绵的沙发 和暖色调的木质家具 还能看到一些玩具 孤零零地放在房间的角落中 但并没有孩子在玩 而在大厅旁的一个茶桌边上 有三个 身披白袍睡衣 头发稍长的男人 面色有些拘谨的 坐在一起 低声聊着什么 他们看到酒 顿时面色一喜 有个年轻些的男人 还向酒挥了挥手 他们是在你之前 来帮我画画的朋友 阿莫斯顺着酒的目光 解释道 这是我的一个大计划 记者群雁 说着 阿莫斯走到墙边 将厚重的红布 向两边扯开 只见墙上 堆砌着许多巨大的画框 画上是一些衣着破旧 面色枯搞 而得眼睛 有些发绿的男人们 他们以不同的姿势 望着画外 有的趴在地上 有的蜷缩在墙角 有的弯着腰 勾搂着 伸着脖子往前看 有的蹲在地上 像是一条狗 仅须一眼就能看出 他们都是流浪汉 而其中有三幅画 那画上的人 与那边聊天的三个白袍 男人的长相一模一样 光是看到这些画 那三个人 便一个哆嗦 情不自禁地别过头去 不敢看着自己的笑项画 九儿 一度感到有些窒息 画上的人并不美丽 但却给他一种 难以忘怀的视觉冲击 甚至就连弹幕 都沉默了一瞬 这些仿佛根本就不是画 而是一面面凝固的灵魂一样 在九儿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他甚至以为 这是一面面巨大的窗户 而这些人 正在一面面错乱的空间中 在窗户外面看着自己一样 就仿佛自己被变小了 被无数玻璃窗外的巨人 凝视着 打亮着一样 光是看着 就足以感到清晰无比的恐惧 他甚至恍惚间 还能看到这些人在微微晃动 无声地哀嚎着 躺着咸水 饥饿地瞪视着自己 宛如活物一般 宛如饥饿的恶鬼一般 轻食度 3% 第136章黑画框 光是凝视着那些巨大的 歪歪斜斜堆砌在墙边上的肖像画 酒 就感到一股奇异的阴寒 从脊背处缓缓升起 他 感觉到自己的意识 仿佛浸在水中 难以呼吸 又感觉周围的空气 逐渐变得灼热 就像是自己正在被什么东西 顿煮一般 在强烈的不安之下 他全身的骨骼 都在嘎吱作响 就像是被磁铁吸引的铁条一般 想要破体而出 投向那些巨大的油画 呃 我想 绝对 停下 逃 立刻 在灼热的空气中 酒儿听到了细碎的低语声 仿佛有很多个人 同时在小声的对自己讲话 因此法什么都听不见 如何 阿末斯清晰无比的声音 在酒儿身后 响起 再听到那声音的瞬间 酒儿便从幻觉中 瞬间清醒了过来 就在那短短一瞬的幻觉中 他注意到自己的侵蚀度 无声无息的 上升了3% 这里 你得过个灵感 好的 再做个三切课 你掉了三点 现值 等等 这里是每个人在看到这幅画 轮臂长轻视度吗 这个关卡好特么危险啊 不 我觉得 应该是第一次见到的时候 会长 也可能不会长吧 只有我没感觉到 这话哪里恐怖吗 有一说一 其实我也 看到酒儿看幅画 就长了 轻视度 在外面围观的玩家们 便纷纷炸开了锅 一行行弹幕不停歇地发了出来 一群混蛋 你们就是欺负我 现在不能和你们有素质的互动 看着一群嘲笑自己的弹幕飘过来 酒儿 恨得牙痒痒 他已经下定决心 不管怎么样 只要自己能活着出去 骗也得把他们都骗进来 这直播根本无法传递 他刚才的恐惧 得 让他们都来看一眼这幅画 酒儿相信 如果他们也长了轻视度 一定 也会帮忙把其他人忽悠进来的 他一边在心里碎碎面 一边低声回答道 非常 非常震撼 不错 你还会用震撼这个词 阿末斯有些意外 他忍不住笑出了声 显然 这位流浪汉 丝毫不掺杂恭维之心 也没有任何装作模样的真心评价 让他感到了愤外愉悦 他走到酒儿面前 随口问道 你的名字是什么 艾米斯 我叫艾米斯 酒儿忍耐着 还未散尽的恶心感 回忆了一下 开口答道 还好时间不长 虽然被打了个岔 但酒儿 还能记得住自己的名字 那么好 艾米斯 在画框前站好 阿末斯低声说道 声音沉稳自信 我将会让你 名扬天下 他说吧 扶着这位流浪汉的肩膀 推着他往前走了两步 酒儿隐约间 仿佛感觉到某幅画中的人 灼热的呼吸 喷在了自己脸上 于是 只见这位流浪汉 一个机灵 打亮着这面墙 但这时他又偏偏感觉不到 那股灼热的鼻息了 在这由至少十七八幅 大小不同的肖像画组成的墙前 他的右下角 反而是一幅空画框 不 严格来说 应该称为黑画框 那画框中 并非是图的全黑的画纸 而是预先画好的 像是墙角的 阴影一般的底稿 他刚刚摆在墙角 原本放这一幅肖像画 而里面的人逃走了一样 你就站在这里 艾米斯 阿摩斯说着 将酒身后黑画框取出 酒注意到 反倒是在抽出了画框之后 这幅涂满了阴影的画框后面 才显露出 真正漆黑无光的墙壁 那像是 被探寻成的黑色一样 那股怪异的 不云衬的 深不见底的漆黑 让人感到有些毛骨悚然 随后 阿摩斯将画框 放在了前面不远处的架子上 他又大步走了回来 扶着酒的身体 摆出了一个微微勾搂着身子 努力向前张望的姿势 之后 阿摩斯退后 上下打量了一番 还是有些不满地扎了扎嘴 他又思索片刻 从附近的墙边上 取出了一个空着的 用来防止画框的空架子 你伸一只手 扶着这个架子 对 另一只手微微蜷缩 要有那种胆怯的感觉 微微抬斜头 像是往里面张望 你想象 你正扶着一个人的窗户 往里面看 阿摩斯向酒 仔细地讲解着 听到这里 酒就已经明白了 阿摩斯想要什么样的动作 就是那种 扶着透明的玻璃橱窗 往玩具店里张望的 熊孩子的感觉 见到酒的新姿势 阿摩斯眼前一亮 对 就是这样 你别动啊 维持一下姿势 想象一下 你很饿 而窗户里面 是别人家刚做好的 热腾腾的饭菜 说着 阿摩斯便很快地开始了绘画 但接下来发生的是 就与流浪的孩子直播中演示的 第三层的绘画 完全不同 酒原本以为 一动不动即可以了 但在阿摩斯开始正式绘画之后 他就明显感觉到了强烈的不适 他想要移动 但身体被禁锢着 根本动弹不了 弹幕君们 也渐渐意识到了不对 因为酒扮演着的这个流浪汉 动作突然开始变得越来越真实 就像是真的有这么一位 十分饥饿的流浪汉 浮在他人的窗边 像里面张望一样 那并非是 演技所能完成的范畴 甚至不再像是一个真正的流浪汉 因为真正的流浪汉 脸上绝不会有如此清晰的情感 那股胆怯 饥饿 贪婪与恶意的混杂 更想是只存在于绘画艺术中的 近乎抽象的流浪汉形象 而在观众们的视角中 他们能清晰地看到 阿摩斯手中的画 飞速完成 简直就像是打印记一样 没有任何犹豫 也没有图改 飞快地不断地绘画着 如同不是照着一个形象在绘画 而是将自己脑海中 早已形成的形象 具现到现实一般 弹幕们 已然为他的艺术而惊叹 显然是没有看到过 而如今 阿摩斯绘制的这幅流浪汉的画 其绝妙程度 更胜爱蕾的那幅肖像画 而在肖像画逐渐成形的时候 酒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依然不能行动 意识逐渐模糊 眼前的一切都被拉长 就在这时 他听到了阿摩斯的温暖 轻柔的低语声 在自己耳边响起 你现在开始饿了吗 下一刻 酒毫无预兆地失去了意识 第137章大罪 当酒再度醒来的时候 肖像画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绘制完成了 真的非常感谢 艾米斯先生 来 看看 我为你画的画吧 阿摩斯那温暖充满自信的声音 突然在酒身边响起 流浪汉猛然一惊 抬起头来四处张望 却发现 阿摩斯 已经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自己身后 正在将那幅画赛 回到原来的位置 其他部分的话 已经被他用红布遮住 只露出这一小块 让酒亲自去看 酒定睛一看 发现阿摩斯并没有将那个道具 架子画进去 只见一个 头发凌乱 衣着破旧的流浪汉 一只手向前虚伏着 一只手 有些胆怯地蜷缩到肋下 他的眉眼之中 混杂着迷茫与狠辣 干瘪的肋骨 和凹陷下去的腹部 能看出来 他的饥饿与营养不良 他只是在那里 勾搂着身子站着 就让人联想到 人力而起的恶狼 他的眼珠子 都像是绿的 酒 看着他扶着画 仿佛下一刻就要 从画中走出来一样 虽然理论上这个画的是自己 但他还是忍不住 感觉到一阵胆寒 甚至他仿佛看到 画中流浪汉的眼珠子 微微动了一下 那种感觉 就像是孤身一人 走在昏暗无光的小巷子中 突然用路灯投射出的影子 注意到自己身后 一步一驱 跟着一个陌生男人一样 并非是怕鬼 而是怕人 毫无由来的 酒儿突然心生一阵恐惧 差点就要惊叫出声了 但他还是用最后的理智 将其勉强压了回去 酒儿只是有些尴尬地笑着 不知道为啥 总是有点 有点害怕 这就对了 艾米斯先生 阿末斯自信地一笑 我想要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您的话 将会与其他人的话摆在一起 这是一套祖话 我用它来表现 像你们这样 无家可归之人的饥饿与无助 想必 这也会号召人们 更加关心流浪者的权益吧 对您今后的生活 也一定是更有帮助的 这特么 哪里是饥饿与无助 这分明是恐怖 邪恶与不可信任 酒儿差点就喷出了声 但他仔细想了想 反正自己又不是艾米斯 没必要和阿末斯叫这个针 是的 您说的对 酒儿屈辱地垂下头 发出了愤怒的声音 这的确是非常出色的杰作 即使嘴上狂喷不停 但在键盘上打出来的 依然是抱歉 我的我的 这大约就是卑微吧 阿末斯显然对这个答案非常满意 他向酒儿询问道 要不要试试看 同时再看一下这组画 你之前看的话 始终是缺了一个部分 无法完整地表达出 我想要在这套组画中表达的情感 而你的画 就是这十八张画中的最后一张 不了不了 这伤身体 酒儿立刻拒绝道 他的本能刚刚在疯狂告解 酒儿敏锐的直觉告诉他 如果真的看到了完整的祖画记者群艳 可能自己会直接死在这里 或是直接发疯 也说不定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他恭敬地开口 问道 大师 请问 现在几点了 嗯 阿末斯抬头看了一眼房间内的坐钟 用下巴指了指 下午五点十分 你饿了吗 我去给你们准备吃的吧 他这话是对着旁边的 那三位身披白衣的流浪汉说的 之后 阿末斯向酒儿笑着答道 要不你先去洗个澡 浴室在那边 里面有干净的衣服 说吧 他便不等酒回话 便静止离去 咦 酒儿有些嫌弃的扎了扎嘴 难道真的要他去洗澡吗 洗这个又脏又臭的流浪汉的身体 就连弹幕也纷纷表示不想看 告辞了告辞了 兄弟们 等他洗完了 记得发帖通知一声啊 可惜了 如果这里的录像 能发到外面去 我就想录制一个女主播酒酿园子 入狱视频 然后发到网上去 等他们一点开 就会发现 是一个陈年流浪汉 在搓死皮的360度 视角可动4K超清视频 上面的 我报警了呀 上上面的那个 变态你到底是谁 快站出来 你别光发弹幕不出声 有本事去论坛发个帖子啊 不等酒 在原地纠结 那三个身着白袍的流浪汉们 观察到阿末斯离开 便快步跑到了酒身边 艾米斯大叔 你怎么也来了 说话的 是三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当然 说是年纪最小 但他也已经有 大约二三十岁的样子了 绝了 这还能碰上熟人吗 很正常 这都是洞水港的流浪汉 这地方 原本就不大 互相认识 也再正常不过了 酒 沉默了一会 没有回话 当然他也没法回话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而这时 年纪最老的那个人 有些神精致地 抓住流浪汉艾米斯的肩膀 压低声音问道 你有感觉到不对吗 你刚刚 有没有感觉到 身体完全不能动弹 你们也有 酒 顿时一惊 他刚刚还以为自己是进了 CG了 没想到 居然其他人也有这种感觉吗 我是 感觉到哪里不对劲 老人板着脸 低声劝道 今晚的东西 你别吃 别吃太多 记得清醒着点 别睡死 他原本想说别吃 但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改成了别吃太多 因为他也清楚地了解 艾米斯的困顿之景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 如果有人正大光明地 直接跟他们说 给他们三天好吃好喝 再让他们去死 说不定真的会有流浪汉 犹豫许久之后 同意下来 他们毕竟都是无用之人 倒是最年轻的那个流浪汉 对此丝毫不以为意 你耸什么 我这都已经在这待了三天了 还不是好吃好喝的 现在马上就要走了 你看我出事了吗 年纪挺大 胆子还挺小的 我就问你 要是阿莫斯大师 真的想对我们不利 你觉得 咱们是能逃得出去 还是出去之后 警察能信 你觉得 是咱们这些人的命件啊 还是大师的命件 那年轻人说话非常强人 但因为他说的还真是实话 所以让人难以反驳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 最后一人开口道 阿博说的是 我们还是谨慎一些好 这是一位看上去 有四五十岁 面容憔悴的流浪汉 他的口音有些古怪 听起来像是外地人 他是包括艾米斯在内的四人中 面容看上去最为正常的人 换上白色的睡衣之后 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位流浪汉 而像是 一位十分疲惫的文职工作者 年轻人 不以为意地摇摇头 一共就三天 你们随意吧 算了 我上个厕所去 艾米斯大叔 别对他们太认真 他说着 率先离开了房间 上厕所是假的 不想和这三个人一起聊天 才是真的 久也有些诧异 这年轻人的举动 看起来不太像是流浪汉 或者说 在场的四个人 严格来说 都不太像是流浪汉 久沉默了一会 开口试探性的低声问道 事到如今 我们只能同心协力 说说看吧 你们到底是什么身份 别骗我 大家应该都看出来了吧 久这话说吧 突然一阵沉默 中年人开口缓缓道 你说的是 那就从我开始吧 我是一名 杀人犯 老人文言 突然正住了 他抬头看着中年人 又看了看久 沉默许久 他也开口 我 曾经也是一名杀人犯 第138章 杀漏长廊 你是杀人犯 巧了 你也是杀人犯 久文言 甚至愣住了一瞬 这是巧合吗 还是必然 就在这瞬间 他脑海中 突然闪现一幅幅画面 自己扒着窗户向内张望 被人喝退 自己拿着一把刀 从窗户翻进民居 刀上滴着血 尸体倒在地上 自己的手上 拿着一袋沉甸甸的银币 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如同恶狼一般 阴狠的笑容 这个字节 正是流浪汉艾米斯 而那个扒着窗户的样子 与自己之前画上的姿势 一模一样 久沉默了一会 开口低声答道 其实我也是 听到久预料之中的回答 中年人与老年人顿时沉默 他们三人一时不知道如何说话 也不知道是否能够信任其他人 但久知道 如果这个时候不如实叙说 反而他们两人 更有可能会怀疑自己 甚至哪怕是为了合群 就算没杀人 也得说我也是 久看着他们 脑中回想起属于他们两人的那幅画 画中的老人 年纪还没有这么老 他匍匐在地上 像狗一样 警惕地挡在小巷门口 而在他身后的 是一个喉咙 被割裂流着鲜血 衣着富贵的胖男人 画中的中年人 则是一副喝酒 张红了脸的样子 右手举着一块石头 想要重重向前砸去 是的 久儿心中一沉 不出意外的话 这应该就是他们杀人时的样子 阿莫斯 真的是与他们巧遇 而不是把他们故意引过来的吗 就在这时 他们三人突然听到了一声极为凄惨的 四哭四毫的哀嚎声 哎呀呀呀呀 那个声音游远极净 飞速接近 但在门前戛然而止 这正是那个刚刚离开的年轻人的声音 他们三人对视一眼 久儿与中年人 第一时间立刻往门口走去 但很快 久儿意识到老人并没有跟上 于是回头望去 只见老人的第一反应 是找到刚刚久儿扶着的那个空木头架子 用手把住之后 便用力踹了两脚 就将它踹开 再用手拨了几下 把它变成了两根 带着破碎短柄的长木棒 他见到久儿走过来 微微一顿 老人用那双眯着的三角眼 打量了久儿一下 无声地将另外一根递了过来 他凑到久儿身边 没有看他 只是极小声地说道 你走前面 我看着你背后 久儿干脆利落地点了点头 他自然知道 这个老人不是什么善茶 让他走在最后一个 实际上是相当不安全的 但他即使心里清楚 在这个时候 也不能说 因为在互相得知 三个人都是杀人犯之后 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 已然是摇摇欲坠 而久儿的任务目标是 让至少一个人 活到天黑 与流浪的孩子的不同之处 在于 他的任务中 没有活下去 这条 换言之 只要能让活种保留下来 只要能逃走一个人 就是他的胜利 即使那个人并不是他自己 黎明杀鸡啊 久儿难难道 他不是很喜欢玩这个游戏 因为他总是会突然感到莫名的恐惧 然后失去理智 但他万万没想到 在 自己真的切身 进入到了恐怖游戏的世界中后 反而能维持住理智 开始快速地思考与行动 甚至远比平时的自己反应更快 人 果然都是逼出来的吗 在 这个时候 久儿听到了异常明显的开门声音 那个中年人 应该是他们中身体素质最好的一个 他用力地想要打开门 又拽又推 木门 发出可怜的闷响声 甚至好几次都被推开一条小缝 随即又关上 就像是被纤细脆弱的门栓给挂住 抑或是对面有个人 想要拼命合上门一样 突然 中年人的动作停滞了 因为他们三个 都非常清晰地听到了 门外传来了吃东西的声音 那个人吃得非常香 连吃带喝 甚至还在巴基嘴 光是听着这动静 久儿的肚子 就更饿了 是谁 中年人警惕地发问道 但门外的人 仿佛完全不理会他 依然在稀里呼噜地大吃大喝 狼吞虎咽 忍受不住恐惧的压迫 中年人忍不住推开了门 但就在他推门的瞬间 门外的声音突然消失了 而在他们面前的 也并非是大厅 或者说 并非是原先的大厅 而是一条极长 极长的走廊 走廊 是纯红色的 两侧挂满了很小的画 画与画之间 是墙上的必然灯 久儿 刚想往前走 他就被老人拦住了 他低头看见 门口有一滩粘稠的血 而在走廊上 也有许多的血滴答答地 撒在地上 久儿大着胆子 蹲下伸手摸了一下 他注意到 那些甚至还是温热的 我 我不出去了 之前看上去很有胆量的 中年人突然害怕着 惊叫着 往后退去 你们要去的话 你们去吧 久儿和老人劝说了一阵 但是毫无成效 中年人打定主意 就是不愿意离开 他们两人对视一眼 还是决定出去看看 他们将中年人锁在屋中 就一人拿着一个木棍 离开了房间 你看画 老人眯着三角眼 对久儿小声说道 久儿抬头细看 发现走廊两侧 挂着大量的画框 画上描绘着同一个人 就是刚刚离开这里的 那个年轻人 每一幅画 都有微妙的不同 仿佛都间隔数秒 能看到 他飞快地往前跑去 这两侧的画 就像是设置了 定时连拍的摄像机一样 将他的一举一动 都烙在了画中 而血迹就落在 每幅画中间的地板上 断断续续 久儿他们两人 小心翼翼地并排 往前走去 一人贴着左边 一人贴着右边 都默契地 避开了中间的血迹 但他们走出去很远 都没有发生任何事 只是两侧的画 越发恐怖 画的四周 进出血迹 向下流淌 越往前走 血迹就越多 而画中的那个年轻人 也逐渐变成了 一个奔跑着的血肉 随后逐渐变成了 骷髅 他们两人 就这样胆战心惊地 一直走到镜头 却突然发现 镜头的大门是假的 那是画在墙上 能够以假乱真的 一扇假门 这个镜头 实际上 只是一个 替自行走廊的终点 从假大门 往两边看去 能看到 两扇不同的走廊 两扇半开的大门 就在他们两人 低声商讨着 该怎么走的时候 他们身后 突然传来了一声惨叫 正是那个中年人的声音 可久儿一回头 便被吓了一大跳 只见两侧的话 不知何时变成了 艾米斯和老流浪汉 微笑着 看向两人的笑象画 靠近他们两人的话 血肉模糊 久儿隐约能看到 远处的笑象画 似乎反而挺正常的 下一刻 长长的走廊远处的灯光 突然成对的开始熄灭 一开始很慢 然后游远寂静越来越快 最后眨眼间 他们便身处 一片漆黑之中 不等久 惊叫出声 灯光突然再度亮起 走廊的镜头 再度变成了那个 替自行走廊的假大门 就仿佛他们仍然 刚刚离开房间 哪里也没有去一样 就像是 倒置过来的沙漏一般 久儿向两边望去 发现 真的是回到了最开始的位置 两侧根本就没有通道 身后 也不是画着门的墙壁 而是有门把守 有门缝的大门 如同他们又瞬间一动 回了刚刚离开的 中年人 发出惨叫的那个画室门口 但此刻 身后的大门紧闭着 老人 努力地想要打开大门 却根本打不开 就像是对面 有人在拼命拉着门一样 突然 久儿听到了液体流动的声音 鲜红色的 血液 从门缝中开始溢出 如同咸水一般 一开始极少 但随后那些血液 便汹涌咆哮着 从门缝四周大量涌出 仿佛要将一切 全部淹没一般 哎呀 老流浪汉 被吓到惨叫出声 头也不回地 向着镜头的假大门 狂奔着 因为他知道 那虽然是假的大门 但两侧 应该还有这梯形的通道 从那里 说不定有一条路 可以逃出去 久儿原本也想要跟着他跑 但他突然看到了 一行弹幕 怎么和那年轻人这么想 等等 这一切 会不会是幻想 久儿心中一动 于是 他没有向前跑动 而是无视 那已经淹没到 自己腰部的血液 伸手向墙壁两侧 仔细地摸了摸 虽然摸到了东西 但他反而 突然静下了心 完全不再害怕了 因为 那不是墙壁的触感 那是画质的触感 而且是空心的 这怕不是 投影出来的幻想 你他妈的挺会瓦 久儿终于忍受不住 尖叫着怒骂出声 宣泄着心中的恐惧与愤怒 他不再犹豫 举起木棍 向着墙上用力戳去 第139章竞速 久儿 只是两下未尽全力的攻击 便轻而易举地 将墙壁凿出了一个洞 只需一眼就能看出 那并非是在墙板上 能凿出来的洞 而是被戳破的 只一样的撕裂痕迹 在久儿 看到那个破洞的瞬间 他就突然感到一阵恍惚 极短暂的失神后 走廊中只剩一片昏黑 但并非是完全的漆黑一片 他甚至能隐约看到 夕阳的光从 纸外透进来 就像是电视机的屏幕 被凿穿了一样 刚刚那些从门缝中涌出 已经将它淹没过半的血海 不知何时 就已经消散不见了 什么鬼东西 久儿回头 再看向那扇 涌出鲜血的门 可他下一刻 就愣住了 因为他才终于看清 那到底是什么 是的 那的确是一面 画在墙上的门 那些涌出来的血迹 也同样是画在门边上的 但是他似乎 用了一种奇异的颜料 只有在目光 快速经过的时候 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 而只要凝视着 他就近乎看不到 走廊两侧的画框 也同样是被画出来的 地上的血迹 也同样是被画出来的 甚至就连两排的灯 也是画出来的 这根本就不是 什么狭窄的走廊 而是有两排非常巨大的 立起来的画纸 形成的空间 久儿的第一反应是 低头看向自己的手指 他在刚出门的时候 曾经触摸过地上的血迹 确认过血的温度 在那时 他应该就在手上 留下了一些血迹才对 即使把它涂在了身上 指甲缝里 也应该有些残留 但答案是什么都没有 倒是他的裤子上 能看到淡淡的 红色颜料的痕迹 毫无疑问 全是假的 在三位流浪汉出门之后 看到的一切 全部都是幻想 但就仅仅只是这些 三笔两笔的涂鸦 却能让久儿 身处于无比真实的幻境之中 他甚至能摸得到血的温度 也能真实地摸得到 握得住门把手 能感受到从门缝中 涌出的鲜血 甚至还能感觉到墙壁的触感 直到他心中产生了怀疑之后 他再摸上去 才能确定 这不是墙 而是一面纸 但问题是 如果这些都是假的 都是幻想 都是特技 都是不存在的东西 人 总该是真的吧 那三个人 又到哪里去了呢 久儿望着来时的路 陷入了沉思 666666 神笔阿莫斯 阿莫斯大师 请为我画的女朋友 阿莫斯大师 快给我画一打女朋友破音 大师 您真的是大师 我阿福欧了 请务必帮我几个忙 阿莫斯大师 您有去挨设任职的计划吗 我跟你们说 你们这是欣喜啊 终于没有人在身边 久儿忍不住吐槽到 也就是这里没有钞管 瞎说 怎么没有 看到这里 安南忍不住 就想要振臂一呼 我就是钞管 只是很可惜 这个钞管比较忙 所以他想了想 又闭上了嘴 再往后的录像 就没有什么值得 安南特别注意的东西了 久儿没有折返回去 而是 破开了壁纸逃了出去 直到十分钟之后 阿莫斯才发现 自己设置的结界被击破了 他发出了愤怒的喊叫声 拔出了一把银色的左轮手枪 四处寻找着久儿的踪迹 事实上 久儿其实并没有逃远 而是就在附近 因为他意识到 阿莫斯既然需要用幻术 来恐吓他们 就说明 他没有强硬地 将他们全部控制住的能力 而在他破开壁纸之后 阿莫斯许久没有发现 这也代表了 他并没有时刻 监视他们的能力 于是久儿 在逃走之后 又折了回来 藏匿在附近的柜子里 好在阿莫斯比较瞎 他拿出枪之后 就匆匆忙忙地跑到了四楼去 这也让久儿意识到 可能通往二楼以下的楼梯消失了 在阿莫斯离开之后 他急忙跑过去 果不其然 大厅之中的空间布局 全部都颠倒混乱了 他来回跑了两圈 也没有找到下楼的楼梯 他应该同样是被幻象隐藏了起来 但一时之间 久儿依然无法破解 最终在阿莫斯下楼的时候 他再度找了个地方藏了起来 WD&MD 真就黎明杀鸡啊 不是 这鬼也太菜了吧 脚步声这么大 我觉得我上我也行 兄弟啊 这鬼有枪的啊 M 好像也是 没事 反正只是要拖时间 钻柜子不就完事了 我们一般 在学术上管这种游戏 叫躲猫猫 从这里再往后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了 在阿莫斯下楼之后 久儿飞快地跑到了四楼 他喘着粗气 靠在墙边警惕地向后望着 唯恐阿莫斯 再杀个回马枪 安南看了看时间 已经是5点35了 而久儿还在非常利索地来回躲藏 阿莫斯已经开始怀疑 久儿是否已经逃走了 不出意外的话 他应该会找到天黑为止 所以胜利条件才是天黑吗 还行 看来久儿今晚有戏能通关了 安南赞许的低声说道 顺手发了一下今天的第一条弹幕 加油啊 拿着假腿的大哥哥 这是话况不是假腿 久儿恼羞成怒 你还想看我切假腿吗 但这时 安南已经关掉了他的直播间 因为他一心二用 在看直播的 同时还在水论坛 而很多帖子突然刷屏 表示美味蜂鹅那边的攻略进度 貌似非常快 他可能也要一命通关了 甚至可能要手通了 比久儿晚上好 但攻略进度法更快了 我给你的情报这么好用吗 安南饶有兴趣地 点开了美味蜂鹅的直播间 他的直播间标题非常嚣张 并且简明恶药 不通关不下波 可以 有胆量 安南感叹道 没想到居然还能在这个世界 看到玩家开荒竞速 真是怀念啊 他注意到 美味蜂鹅并没有选择 刚发现的 攻略方式更简单的第二层噩梦 而是走了流浪的孩子的老路 前往了第三层噩梦 我先来告诉你们 第四层噩梦该如何进入 我研究了一天了 绝对能过去 如果在第四层死了 就别说你们鹅叔叔猜啊 这可是新地图 下周末的时候 记得提醒 我已经展示过一次了 美味蜂鹅信心十足地碎碎念着 第140章 虚空联动 最为生草 美味蜂鹅 看到那些高悬着的 发出诡异 倾笑的画框 没有任何畏惧 我都已经看过了 我注意到 你们中也有人想要前往第四层噩梦 可为什么过不去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你们 从大路往前 在走到半路上的时候 就会被不知道 从哪出现的大锤鸽 用一生一次的瞬移 突然追上 这里看似 只有一条路 就是从小路进入艾雷本 你们是这么想的吧 美味蜂鹅说着 走向了大开的窗户 他拿走了窗外的那封信 但他并没有立刻阅读 也没有回头去看 而是第一时间将窗户关上 并且细心地把锁挂上 随着他回过头去 闪电同时落下 那一条条挂着的画框 也变成了一句句 吊死在房梁上的尸体 但美味蜂鹅并没有抬头去看 他也没有看着窗外 也没有看着尸体 只是拿着信在原地一动不动 同时开口小声说道 我专门看遍了所有第三层的视频 现在已经完全理解了这关的机制 实际上 这关是一个计时移动机制 大锤鸽跑得其实很慢 他也不是鬼 不能穿墙 从风吹开窗户开始计算 在43秒后 大锤鸽就会出现在你的身后 我看了三遍所有视频 掐着表算的 一分不差 而这个时间 只要你不断全速奔跑 才有很小的可能跑得过去 但这样会导致伤势加重 你会直接冰死状态 进入下一层 因为这层的走廊 加长了 43秒的时间 绝对不足以 你抵达下一层 你们就是这么死的 而海神被锤死在窗户边上 是因为他在原地看了信 又不断回头扭来扭去浪费了 太长时间 他话音刚落 看到自己的影子 突然变长 大锤鸽在他后面 一锤将窗户击碎 但因为每位蜂鹅 往前一窜 这一锤 并不能直接将他的头颅击碎 而有着墙壁的阻碍 大锤鸽也没法像是在室内一样 往前追上一步 他只能沉默着 用力将玻璃和墙锤碎 随后奋力翻身跃入进来 看到这里 安南早已明白了他的思路 因为大锤鸽永远会出现在身后 所以每位蜂鹅 专门找到了一处身后有光 且对方夸着障碍 也能攻击到自己的地方 仅靠着墙 这样就能把大锤鸽卡在屋外 而每位蜂鹅 靠着屋外闪电的光亮 是有机会能在落锤的瞬间逃开的 事实上 也的确有玩家逃开了第一锤 但是他们的身体 有伤 跑得不快 大锤鸽轻而易举就能追上去 再补一锤 但大锤鸽是不会穿墙的 他也只是一位普通的赤灵巫师 没有强化身体素质的能力 只有一把强力的咒物大锤 这就意味着 他很难从窗外翻进来 无论是 他从正门绕过来 还是从窗户翻进来 都会给 每位蜂鹅提供时间 他就不必忍痛狂奔 利用大锤鸽被耽误的时间 他反而可以用较小的代价 以稍慢的速度向前奔跑 最终结果就是 他进入下一层的时候 健康值 必然会比全速跑过去的时候 健康得多 这大叔 说不定是个天才啊 安南眼睛有些发亮 低声南南道 从内侧开始到现在 快要一周了 虽然玩家们 还没有踏上超凡之路 但在他最开始选的 这40位玩家中 已经有几位 开始展露头角了 一切都和 每位蜂鹅的计划一样 他顺利地跑到了拐角处 而大锤哥 离他还有一段距离 以防万一 他没有去调查任何东西 只是奋力向前奔跑 准备之后 再来看自己的录像 倒是在看直播的玩家们 与安南 看到了 这里有什么东西 只见在那 放置着番茄的展示柜上 又多了一本日记本 安南一眼就能看出 那正是噩梦中 爱蕾的日记本 原来如此 安南恍然大悟 这里其实每位蜂鹅 如果摊一波的话 他其实可以拿上 日记再跑 这样的话 他就算没有进入 第三层的噩梦 也可以从日记中得知 最主要的情报 但每位蜂鹅 还是怂了 或者说 他下意识地选择了 更为谨慎稳妥的打法 这一点 就和其他三位一线 进度玩家 有所不同了 随着每位蜂鹅 打开门冲了过去 他终于进入到了 第四层噩梦 这是包括安南在内 第一个顺利进入到 第四层噩梦的玩家 而这里 终于有了明显的变化 等等 这里不是 等等 额说 别着急往前走 草 这是联动吗 虚空联动 最为致命 弹幕反应这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中 不少人看过了 酒的直播 只见每位蜂鹅 推开第三层的大门之后 出现在他面前的 便不再是之前的大厅了 而是一条幽深的通道 正是酒刚刚砸破的 那条T字形的通道 通道的两侧 都是深红色 天花板与地板 都是浅棕色 但地上还铺着 厚重的红色地毯 一眼望去 仿佛知道镜头 都是红色的 在每位蜂鹅的身边 有两盏灯亮起 照亮了他身边 极小的范围 除此之外 什么都没有 或者说 什么都看不见 每位蜂鹅 也明显意识到了 不对 你们怎么反应这么大 酒酿园子 在第二层的噩梦中 也进入过这个地图 这个是假的 是幻觉 你快在心中想 这是假的 然后是试看 能不能把墙推开 不对 真正是幻觉的 应该是第二层的 发生在历史中的那个 这个是噩梦 指不定就是真的 老鹅 你这是一个 替自行的回廊 走到最里面 有两个岔路 你可能走到尽头 会有一个回头杀 也可能像是闪铃一样 门缝里会往外飙写 弹幕军们疯狂 开始给每位蜂鹅 出谋划策 开始进行云攻略 安南也动手 发了一条弹幕 开始远程遥控工具额 老鹅 你看一下新的内容 和海神看到的 有没有变化 感谢新盟主 Tamda的打赏 现在欠更喜加一 还欠十五张 加更 五